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8日华为新款折叠屏手机Mate X5低调上市 瞬间引发全网抢购 上市就暖光 这些都是华为近期连续大动作的一部分 而这波华为热潮源自于8月29日 华为旗舰手机Mate 60 Pro悄然上市 没有预热宣传 没有发布会 这样反常规的操作并没有影响消费者的热情 反而不仅是线上线下销售场面火爆 各种拆机测评的新闻视频也成为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甚至还有企业宣布 凡是购买华为Mate 60系列手机的员工 还能拿到公司的补贴 9月2号华为Mate 60系列手机刚刚上架销售的第一个周末 节目组就在台风刚刚过境之后就来到华为在深圳的旗舰店 我们现在的产品都是没有现货的 然后具体到货时间的话我们以这个短信通知为准 现在一楼看好颜色之后 这款手机在全国只有深圳的五家门店有为数不多的样机 因为台风的原因 当天开门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 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已经早有人在门口排队 就为了亲自体验一下这款新手机 台风刚刚过境仍然是风雨交加的一个周末的早上 但是华为在本地的旗舰店还没有开店 门口就已经排满了顾客 他们都是来关注新的Mate 60手机发售的顾客 在8月29日 华为在没有任何的提前公告和发布会的情况下 突然在线下的商店和线上提示Mate 60的手机开始发售 引来了大量的粉丝狂热的追捧和抢购 而这一次的抢购潮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 而是国内的众多的消费者关注到 这很可能是国产芯片的一大技术突破 8月29日开始 在全球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对华为Mate 60系列手机的关注成为现象集话题 现在国产能够把7纳米芯片做出来其实是很不错的 因为这个芯片生产整个链条实在太长了 真的就是在中国芯片里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跨越 这次Mate 60最受关注的就是它所用到的芯片 到底是不是国产的一个技术突破 那么在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事与国储经过了测评和拆机 我们现在也来通过软件来看一看它内部的制式是什么样的 燕机的这个选项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硬件详情 显示是麒麟9000S的芯片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测试一下这个手机的网络速度 看看能不能达到5G的速度 经过多次测试 华为Mate 60 Pro的网络速度都超过了5G标准 并且无论是上载还是下载速度 都优于其他品牌5G手机 那这次我们的看点是在于 它不仅能够设计 而且它自己把它加工出来了 我们现在认为它实际上在另外一个地方有非常重要的进步 就是在工艺的控制上 保证它流片做出芯片的良率 成品率比较高 废品率比较低 这样才有实用价值 所以人们就在推断 它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上的突破 现在到底整个这个生产的这个产业链上 是不是全都自主的解决了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它现在做出这个东西 肯定是手里有这些技术 或者这些个材料在手里 但是至少有一点肯定 就是它在良率的控制上 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步 华为我觉得任何的技术上的突破 在这个生态上的调整 都是这个基于量产 那么现在影响华为的不就是个芯片 其他的这个也不在美国的经营之内 那么一旦这个唯一的这个芯片问题 这个屏障被突破了 那我觉得量产就水到去成 根据国外专业拆机机构的判断 华为推出更高制程的手机芯片 大约要2到2.5个节点 吕霆杰则判断 这大概需要3到5年时间 他说这一个推算 是根据半导体业界著名的摩尔定律得出 简单来说 就是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集成度 每18到24个月翻一倍 同时成本降低一半 这18到24个月就是一个节点 按照这个时间推算 2到2.5个节点 大致就是3到5年时间 电源给我们演示了华为Mate 60 Pro 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些功能 它是可以支持于AI隔空手势的 不方便去触碰屏幕的时候 它就可以 手可以在这个地方手握一下 手再握一下 这个就是可以截图 手机芯片是一个SoC芯片 也就是由多个模块组成 简单来说 其中CPU芯片决定了手机的运行速度 GPU芯片决定了图形的处理 被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 科学计算 游戏 渲染等领域 目前全球GPU的高端市场 几乎被英伟达一家公司占据 而这一次华为Mate 60手机推出之后 业内很多的讨论就是关于华为是否在GPU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美国最可能向中国未来限制的高端芯片就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 就是跟GPU有关的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 应该华为已经突破了 我们在它这一轮发布的Mate 60的Pro的手机上 它是直连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盘古3.0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 这个就说明它已经在整个产业生态上彻底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那个盘古3.0需要很强的算力支持的这种芯片 所以我们相信它应该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这次华为Mate 60的芯片在中国生产 外界推测已经是较大可能 但真正要实现技术突破 还在于国产的芯片厂到底能否拥有高端的光刻机设备 而麒麟9000S的芯片 按照目前可推测的制造工艺 最大可能还是使用的中国芯片厂2021年时 为国产矿机出货7纳米芯片的技术 而这个工艺使用的也不是国产光刻机 而是荷兰阿斯梅尔的DUV光刻机 和同时期的台积电光刻机相同 在EUV光刻机对中国全面禁售的情况下 目前麒麟9000S很可能就是中国芯片厂 未来5至10年里可能达到的最好工艺制成了 绿婷杰就表示 中国在芯片制造上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 华为很努力 但是我们不是刚才说跟西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那些企业还是有几年的差距吧 这次是解决了的话 也就是我们进到第一梯队了 但是我们离冲到第一梯队的领跑 或者是哪怕是前几名的水平 还需要一个艰苦的努力 卫星通话功能也是华为Mate60系列手机 备受关注的卖点 这个设置里面找到这个卫星网络点进去 我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卫星通话 这个这个天空卫星合作 所以您点进来都对就可以去开通了 这个让很多人都感觉到很诧异 他怎么解决的 因为我的本科就是无线通信 而且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就是卫星通信 所以我们班同学都吵翻了 就认为他没有一个额外的天线 怎么可能去直连36000公里以外的这个卫星呢 那现在很多方面传来信息 这就是华为开发的一个黑科技 这种东西肯定不是像马斯克说的 就拿他办公拿他工作用 就是你应急用的 你突然走到一个地儿你去旅游了 你走到一个地儿或者走到海上 你那地方没有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下 现在据说欧洲的很多药人都很想用华为手机 不想用安卓的手机 为什么 他怕美国监听啊 那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我就要订华为手机 我用不受美国人控制的操作系统软件硬件 我安全啊 这都是卖点啊 所以你还很难说 他真的往西方国家卖 他没有市场 还真不能这么说 也有分析认为 虽然华为在制造先进芯片方面的突破 凸显了中国反击美国制裁的决心和能力 但这种能力很可能成本较高 2019年 美国正式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合作 从硬件软件到数据库操作系统 供应商纷纷对华为断供 从此华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 尤其是在芯片供应和软件服务方面 华为遭受了巨大打击 导致智能手机业务大幅下滑 近几年我们连续参加了华为年报的发布会 发现华为的营收从2019年的8588亿人民币 滑落到2022年的6423亿 外界也分析这下滑的2000亿 就是5G芯片断供之后 用户流失带来的损失 8月30日 华为发布了2023年半年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 华为上半年实现了3082.90亿元的营收 较去年同期增长3.2% 净利润达到465.23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218% 还有消息称 华为上调了2023年的手机出货量 从年初的3000万部上调到4000万部 这是否意味着华为已经走出了至暗时刻呢 所谓至暗时刻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压 拆除它的设备 其实华为的网络设备这一块呢 它还是占它非常大销售额 但是利润率比较低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它的5G手机的打压 这一块呢 实际上呢 占它的销售额的比重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却占了它非常大的利润 这个我们必须说 所以呢 应该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呢 给华为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挑战 但是华为这个 从这几年业绩还在持续上升来讲 应该说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新手机的出现呢 可能是进一步的使它能够摆脱 对这个西方对它的这种打压 我觉得可能对它未来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利好的 我们看到数据就2020年的时候 它的海思芯片的产量 已经排在全球十大芯片制造商里边 后来由于美国打压 一下就掉出去了 那现在它要再回去 所以呢 华为又多了一个盈利的方面 就是光卖以后它的芯片 不一定装在自己手机中 那别的其他的手机 也可以用它的芯片麒麟芯片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对华为来讲 它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的机遇 华为新款手机上市 美国政府会不会继续加强 对华为的限制 也是目前外界最关心的话题 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明确表示 将研判这个华为 究竟怎么实现这种突破 沙利文说的很清楚 很露骨 就是要继续小院高强式的制裁 不是泛泛的制裁 所有中国的公司 就是在一些尖端领域 所谓的确保自己 美国的国家安全领域 对中国进行技术分锁 包括芯片分锁 所以从这来讲 我想华为新的也有数 其他的跟华为类似的 代表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公司 都会面临的同样的前景 也有专家指 目前华为正在自建 非美国化的芯片生产线 但这也是在收购了 被淘汰多年的 当年制造尼康相机芯片的 光刻机基础上进行的研发 要做到自己生产光刻机 不是不可能 但至少也需要5到10年后 才能有阶段性成果